哈喽 大家好 首先想让大家听听 谁在我们后院里先干什么呢 原来啄木鸟在工作了 啄木鸟来了 啄木鸟来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春耕春播的时候 你们可以听到这个啄木鸟的声音 那么你们还可以看到我们春播的效果 现今天我们就秀给大家 前一段呢就是十天以前呢 我们遇了一些种 就是从春季蔬菜的一些种子 现在逐渐的发芽了 你看我们看到了吗 这是什么东西大家可以猜一猜 认识包 认识包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菠菜 这是菠菜 看看菠菜都已经发芽了 你看你种的 这一看就是基数不行 你看都都堆在一块了 我们到时候是这个再去建苗 然后要建苗以后把它分一下 太那个了 这个应该是大约2月初种的 2月初 有两个礼拜了 这个 对两个礼拜 然后和那个小蒜苗一块 你看蒜苗看到吗 蒜苗也已经都长出来了 然后那边还有一席子那个什么 你看那个小菜苗 那个小菜苗是一个礼拜 你看这个蒜苗 蒜苗都长成这个样子 我们再看看我们还有 这个小青菜呢 就相当于这种菜是吧 相当于不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要是这种菜 还有在这些菜 你看看 你看看星星点点的 这些小的菜苗都出来了 可不少 你吃了这么多吗 你是个兔子 又不是个兔子 看看这个 这么多菜 然后这边吃那个大肥菜 还没吃完 这么多大肥菜 这是我们新育的苗 已经开始 是不是下个星期 我们就可以把它 建苗了 嗯 怎么回事 没有指示 你看看我们刚买的 一些西红柿的苗 从商店买的西红柿苗 我们买了以后 先放在这个院子的土上 给它稍微的赔一点土 这样的话 就会让它 先适应一下 我们这个气候 我们家里的这个后院 先有个适应度 适应一下 认识一识 熟悉一下 哈哈哈哈 然后我们再叫它在这儿 涨一涨以后呢 我们再把它 周末可以 周末再有两天吧 我们再把它 再放到那个地里边去 所以 实际上 实际上这个很重要 你需要叫它再适应 你为什么呢 这个 它到一个新的环境 这个 你要是马上就叫它 这个 shock too big 就是打击太大 你知道吧 对它 这个变化太大 它有的时候受不了 所以最好 先适应一下 这个地方的干燥 因为每个地方 这个干燥 湿度都不一样 还有温度都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先叫它适应一下 适应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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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它的根稍微在 在 发育发育 对 它的根发育发育 然后这样的话 就会长得更好一些 你看看 这个 我们又培了一点土 培了一点土以后呢 这个时候 我们再给它 再 一头雾水 给它们 点雾水 你注意培土的时候 不要放 不要press 就是压得太紧了 因为它的根 实际上 你看长这么大 它的根都很小 你知道吗 很沦弱 根现在比较弱 比较弱 再稍微长一长 然后根 根部发达了 把那个土都 都秤了 秤好了以后 秤满了根 就是说那个土都很 根性很发达 然后整个土里都是它的根 那个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移栽到地里 对 那时候就比较好一些 都不会吃的 对 其实西红柿 也不大容易吃 比较好种 你看看 你看看 这是它的这个 种子的 这个盒 里边装了 这么多 各种各样的种子 哈哈哈哈 这是它的保 像 保盒 我要是把它的 这些种子给它 藏起来 说扔了 它就要急的发疯 跳起来了 哈哈哈哈 看这个天气都已经 特别暖和了 你看我的去年 这个孵鼠瓜 已经好几年了 就每年我都把它 cut了 把它的枝子都cut掉 只留个根 然后你看一开春 这个就从根里边 就发出很多 你看很粗壮的 这个枝条来 对 然后我就要看 这个架子出来长 看就是这个架子 就是这个架子 看这个石榴叶 哦 石榴叶 都已经出了 所以说春暖花开 这个春就可以开始 预种了 对 这时候它就可以 长出来以后 然后到这个架子上面去 而且你看这棵杏树 也开始开花了 我看看 对 你看只要这些东西 都开始发叶了 就说明春暖花开了 你就可以预种了 你看 哦 还真实 你看 都开已经开花了 对 所以说天气都 就是说那个热度 已经enough了 你就可以开始春波了 对 实际上就是你看到 桃花杏花开的时候 也就是可以 春重的时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 请点击 连结 订阅 转发 点赞和收藏 欢迎大家 浏览 本频道上百个视频 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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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